根福田一方蜜也在根心田 马来西亚的何韵秀 母亲在她九岁那年离家 让她不解而怨恨母亲 长大之后原本以为 嫁了丈夫可以成家 可以幸福一辈子 却在女儿三岁那年 丈夫工作发生意外往生了 让她封闭了自己 今年她入京藏 打开心里的一道一道心索 当时我的心真的很痛 很痛 我看中她的尸体 在那个海浪上面用布盖住 我知道一切什么都是没有完蛋 女儿三岁那年 何韵秀的丈夫工作发生意外往生 一个家庭的幸福被掠夺而去 一来发笔记骂人了 她的情绪一上来 就拿疼要打人 所以我一切很怕她 她给我们的感觉 她是一直在封锁自己 也可能是在保护自己 不想自己的心在受伤 生长于彭亨州劳务镇 何韵秀其实是一父子 九岁那年母亲离家出走 更让她不了解 且心生怨恨 她跟你讲她为什么可以来 但是没有回来 那时我在九岁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任性 好像我们不理 我现在为什么不可以不认你 痛苦三十八年 何韵秀尝试过许多方法 终于由慈悲三妹水颤佛教经典 打开线索 我是看上来讲的那句话 风筝飞延了 拉不回来 我们就剪断犯了 她就觉得说 我要祝福我的丈夫 不要一直圈扯着她 这样子 那一刻我们感觉她真正的放下 用同理心体谅母亲当年的处境 何韵秀在2015年母亲节 跪着凤茶 把将近四十年哺侣的距离 拉了回来 我每天听上面讲 我女儿又见了我出去 现在我女儿跟我有来往 我都感恩上轮 我这样做是为了要 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以她自己身教的方式 然后来让我去 就是体会到这样子 何韵秀因为找到了佛法银行 让原本痴迷悲苦的生命 出现曙光 大爱新闻 林依依陈金香 何永康马来西亚报道